来看到一场特别的展览 森林管护员又称寻山员 是台湾森林第一线的守护人员 为了让一般民众了解到森林管护员 工作内容、形态的重要性、危险性 以及不可取代性 罗东林管处就特别在森美馆举办了特展 希望让大家可以了解他们辛苦工作一面 森林护管员守护森林之战特展 今天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森美馆盛大举行开幕仪式 邀请了登山团体执行加强森林保护计划社区协会 一同来出席签署合作备忘录 共同为太平山的百年来做见证 成为山林的守护者 跟我们一起宣示 我们未来要守护我们的山林 罗东林区管理处是林务局最美的一个林区管理处 那我们的林管处的所向的面积有20万公斤 那大家知道我们的森林守护员 我们的巡护人员 我们只有100位的森林巡护人员 所以大家算算看 有20万有100位的森林守护员 那其实每个人的一个巡护区域 大概至少每个人都是要2000公斤以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大区的森林守护员 他们其实在第一线上是非常的辛苦 那其实依据我们林区的森林部门工作要领外看的话 我们的巡护人员他至少有15项的工作要做 那除了一般的巡视工作以外 这个防止盗罚等等的 这些是他们必然的一些工作 那他还要负责我们森林支援的一些调查 然后盗猎啊 有健康的森林才有天安的家 那小朋友们 家能不能有老鼠啊 不能 对 我们家容不得老鼠的肆虐 那森林呢 也容不得山老鼠的摧残 当盗罚者烂垢者 拿着斧头链锯 对着林木砍伐的时候 同时呢 他也是在挖我们家的墙角 在逃我们家的地基 所以我们都要挺身来捍卫 而在这场的守护站呢 站在最权限的人呢 就是森林护管员 我们有美丽的森林 我们有美好的家 都是这群守护员辛苦付出的结果 一百位森林护管员 也以车队方式展开游行 浩浩荡荡 阵容庞大的车队 从林业文化园区来出发 除了接受民众的掌声支持之外 也透过绕行世界 来宣导森林保护的重要性 是我们的滑鼠机 它背着 是我们搭配 我们使用的车队 这些都是他们 救我们的车队 他们是森林救我们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部门人员 台湾平均每年有十多天的政策 都知道 提造成国家世界 在深海的策略 所以 当 发生真理活在时 我们这些部门人员 他们必须立刻地 募助去 他们辛苦 他们的危险 不扯很不扯吧 但他们就知道 他们必将面对 三名赤裤 正面一战 而且他们就知道 他们的梦想 最后一个就是圆满达成任务 达成未有任务 森林护管员又称巡三载 是台湾森林第一线的守护人员 负责的事项包括了基本林野巡视 窃取森林主妇产物的取缔以及查报 森林火灾防救等15项 样态多元的工作 为了使一般民众来了解森林护管员的工作内容 形态的重要性 危险性 以及不可取代性 因此在太平三百年系列活动当中 安排以森林护管员为主题性的特展 期望透过深入浅出的方式 来展现他们工作辛苦的一面 亿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